而另一位寿风乡长补选候选人刘耀忠 则是展开最后的扫街活动 恳起相信支持 让他可以延续他的妻子曾淑仪 对建设寿风的用心和努力 寿风乡长补选选前最后一天 登记一号的刘耀忠 在妻子曾淑仪和支持者陪同之下 进行车队扫街拜票行程 刘耀忠表示这几天在拜票行程当中 感受到乡亲热情支持 乡亲也表示乡镇推动不能够换手的渴望 刘耀忠恳请乡亲集中选票 让他可以顺利当选 让乡镇可以扎扎实实延续下去 感恩受风的乡亲 这一楼以来 小庭和高烈 我和我的感受 希望他在这里向大家 急功表示我们的感动 秀宜在今来 争取一亿一千万建设 主要延续 自协村东华大学特定区 办理四地重化 刘耀忠动算 乡镇一亚 会成立单一窗口 专职专人 毫无受风 不能成为家族事业 反途的延伸 刘耀忠不会利用职权 使公务员行政违法 刘耀忠有27年的行政经验 默默做事不作秀 寿风未来发展 要团结 不能分裂 把议员留在县议会 勘景预算 为寿风争取建设 耀忠 需要 你这一票 恳请寿风相亲 集中选票 支持一号 刘耀忠 曾淑也表示 补选这一战 他视为是最后一战 他们夫妻俩一定不会辜负乡亲期望 今天这个 寿风的保存 的乡专 好专人 我的王子 是给我属于最后的一战 希望我们的乡亲 再次给我们两夫妻一个机会 来负起我 未完成的一个责任 还有任务 单据一号的刘耀忠 是否能够延续 妻子曾淑也的建设 继续服务延续 18号班晚就能见分享 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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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